那其實你們兩個的角色 也都花了一番時間去塑造成現在這個樣子嘛 所以第一天到片場就有抓到那個感覺了嗎 還是就一直要跟導演討論 我們在開拍前一個多月 一兩個月就已經開始在工作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到現場之後 我們就被放生了 導演就不理你了是不是 導演就決然的相信我們 因為前面已經七七八八了嘛 講得差不多了嘛 就是工作上來講你的方向什麼 如果你在現場不是太大的錯誤的話 基本上他導演的習慣就是讓你去發揮 對 讓你去 因為他其實還算就非常尊重表演 我覺得拍導演的戲演員可以很放鬆 因為他不會讓裡面的演員 比如說我們這幾個好了 只要你不好他就重來 他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他一定讓每個細節都到完 所以你可以很放鬆 就是完全的 交給他啦 交給他 你只要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緒 也不會讓你處於一種尷尬的狀態 那是因為已經沒有力氣管你們的狀態 放牛吃草 小孩子 你們弄吧 小孩子太可怕了 你們不招 因為有更難處理的要注意 對對對 然後你們隨便 沒有啦 沒有差太多就好 像在拍攝當中啊 導演就 來跟我講說可能我會加幾場戲 你知道我那個內心恐怕 超開心 在打鼓然後我要假裝很鎮定 然後導演說不知道 我說可以 然後導演還說要不要問你的經驗 還有沒有講話不用 你有先問內容嗎 沒有啦 對啊搞不好是跟楊大正的 反正就是我們 那就再討論 可是那個時候就好興奮好開心喔 因為從來沒有參與這樣這麼厲害的戲 然後拿到劇本的時候 心裡哇 超興奮很開心 連導演跟你講到燙頭髮 這也是 其實燙頭髮是有點誤會啦 有點意外 他們拿給我的reference 我相信我不是那樣 就是一個 就大捲變小捲 對 吹台青很性感的那個大捲大波浪 那不對 那妳後來的才是對的 對 我覺得後來的才是對的 那個太fashion了 對但我當時的想法燙出來應該是那樣 就是燙完之後我還是笑啊 但是我回去的時候我就哭了 因為真的很醜 而且睡覺會有困難 不會啦還好啦 會 會壓扁 那個頸椎會開始變這樣 不是啦我說醜這還好啦 對 就是很像我覺得很像角色 對很像角色 對很像角色 很清晨的啊 但是內心會產這些變化 就覺得好 老娘過得出去了 反正既然已經醉了 導演本來就是要他這樣小捲嗎還是 沒有我看到的也是美麗的 就是 誤會異常 所以你看到他變成小捲之後 我還沒有看到他 我先看到經紀人帶著 有點壓力又不施禮貌的微笑 我就知道 你敢不太對喔 那個經紀人已經露出某一種 我家妹那造型不錯的真特別 然後親眼看到之後咧 就 要維持鎮定啊 然後 他們走了之後連夜開始看照片 開始跟造型組討論要怎麼弄 然後他們 他們就跟我講說 他的那種頭 剛燙出來一定比較硬 因為是藥水下很重的小捲 一定會比較硬 然後他們之後吹成 另外一個角度 就不會像 不會那麼捲 不會像一個 三角形你知道 那你們有覺得導演什麼時候很帥嗎 在片場的時候 好 為什麼會問這個 奇怪 因為他開始不安了 你看 為什麼要開始不安了 因為我都覺得導演就是 在現場在看Monitor 或是在導戲的時候有一種 美麗 對 對 同意 而且他是這部戲的魔術師 所以一定有更很帥 讓你們覺得哇 沒想到亞洲導演 安靜的時候這麼好帥 之類的 安靜的時候 好像很吵 從現在開始轉換路線 變成神話一哥這樣 對 我覺得導演很 導演很燒腦 因為他要照顧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 每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都是那種很專注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有一次我看到他 導演 然後他就 幫我當引擎人 就走過去 沒聽到 應該是沒聽到 對還沒聽到 到那個時候他很帥 很專心在做某一件事 那你應該喜歡路邊的精神病患 因為都在別的 自己的世界那麼不理 不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導演特別不一樣 凱勳有嗎 我覺得他 他在現場都很 很 很奇幻 我覺得 就是會 頭頂有光 會 跟私底下吃飯啊 別喝酒的時候的狀態 不太一樣 但那個 我覺得不是 不是 硬出來的 因為 有一些比較 比較 比較新鮮的導演 或者是比較 他會因為害怕 他沒辦法control 所以他會ㄍㄧㄧㄥ一個 你知道他在演一個 導演的樣子 對 但他 我不知道他 就算他只是 那個 假腳脫 或者是什麼 然後可能 也 也做一種想 經歸還是什麼 然後來的時候 就是有點優陶嘉賓這樣 可是 他在現場 或坐在導演儀場的時候 他就是會 我覺得就是會發癢 天生 就是得 得做這件事情 對啊 是好看的 我們今天還是昨天 不是有分享一個 那個滑絮嗎 滑絮 裡面每一個都在帥什麼 都給你摔就好啦 但其實我不說話 到底是 大部分都坐在那邊 是要拍到幾點 這其實是你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 好累 原來這畫面的OS是這樣啊 因為天橋上的魔術師 一秒帶觀眾回到80年代 今天我們也特別請三位 準備了他們80年代 最經典滿滿回憶的照片 來和觀眾分享 屬於他們的80年代 在那邊 那邊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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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